还上一秒刚提交了辞职申请 没想到下一秒自己的暗恋对象就来办理入职 我来报道 千灵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顾勋挪不开眼 顾勋察觉到了他的目光也顺势看了过去 两人四目相对半小时 千灵总算是先开口打了招呼 顾勋一进来千灵就像花痴一样盯着他看 直到顾勋渐渐走远他还依依不舍 他完全忘记自己是来递交辞职申请的 当他回过神来想要收回申请的时候 可英杰已经先一步盖上了公章 千灵心里一万个后悔又不得不收拾东西离开 大学四年都没有跟顾勋表白 今天一个入职一个离职又让千灵感叹 两人应该是有缘无分 无聊他又来到游戏厅闲逛 没想到抬头看见自己稳居第一的排名居然被人超越 千灵不服气决定要把第一夺回来 他感觉那个自然醒的人就是故意碰瓷自己的睡到自然醒 在一群人的围观下千灵拿出实力又成功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千灵想不到的是碰瓷自己排名第一的那人不是别人 天天还是游戏里暗恋自己的笑草 目前两人都没有见过面谁也不认识谁 顾勋自从加入了这个游戏小组 天天就盼着队友糯米小麻花上线 队友都笑话他快等成忘夫时了 更是劝解他不要对一个面都没见过的网友陷进去太深 为了让小麻花上线一起玩游戏 顾勋直接转账买了他十个小时陪玩 前面千灵开玩笑说过要自己陪玩一小时五百 没想到他居然当真了 千灵看他诚心这么大无奈只能陪他们打一局 他立马登陆账号上线参与游戏 千灵因为顾勋在公司里对自己态度冷淡心情也不好 他就把愤怒发泄在了游戏里面 见着敌人就打完全不给队友开枪的机会 几人也发现他今天状态不一样 游戏结束便问他是不是因为辞职的原因 千灵说跟辞职没有关系 失恋了 听到这个消息顾勋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没想到自己暗恋的人居然有喜欢的人 难过几秒钟后顾勋又突然觉醒 他反应过来既然小麻花失恋了就代表自己还有机会 随即几人又在群里问起他是不是真的失恋了 千灵也告诉他们今天碰到了自己暗恋的男神 见过好几次面可对方居然说不认识自己 所以就觉得像失恋一样 听到这顾勋总算输了一口气 雅师友也提醒他还有机会 顾勋心里高兴还不忘嘲笑一下千灵 晚上顾勋又在群里叫几人打游戏 可千灵表示心情不好不想玩 顾勋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他在男神的心里留下深刻印象 那就是扮演小白花的人设 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扮淑女激起男神的保护欲 第二天一早前同事打电话 告诉他离职的时候手套忘了带走 询问是否要帮忙寄给他 千灵忽然想到去公司可以见到顾勋 他立马表示自己去公司呢 他决定用小白花战术拿下顾勋 他一身淑女打扮来到公司 没想到正看见顾勋在电梯里面 千灵立马小白花附体慢悠悠的向电梯走去 就在电梯门要关上的那一刻顾勋还伸手拦住 千灵也抓住机会开始搭讪 谢谢啊 这第一次见面女孩便认定眼前的笑草 就是自己的男神 为了能和顾勋在一家公司上班 千灵厚着脸皮跑来问人事部的英姐 能不能给自己一个重新回来工作的机会 千灵打算直接应聘顾勋的第九失业部 英姐一听就觉得不行 因为她感觉第九失业部的人不太好相处 暗示她不要自讨苦吃 千灵一听也明白 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又发现顾勋在处理公司电脑病毒 看着认真工作的顾勋千灵又开始泛起花痴 她的梦想就是能和自己的男神一起工作 可人是不英姐找过老板之后 打电话告诉她想要回来有点困难 千灵一听虽然有点失落 但也并没有打退糖果 闺蜜以为她脑子坏掉了 却不知千灵只是想离男神近一点 一转身她就开始面试新工作 老板看她获奖无数 最近一期热搜插图作者就是她 才知道千灵就是那个睡到自然醒的大师 老板很喜欢她的画风 也很欢迎她来入职 就在这时英姐给她发来信息 千灵一看应该有急事就赶紧跑到一边打电话 英姐高兴地告诉她回公司的事 可还没说完手机又被蒋总抢了过去 蒋总要求她负责的新年卡牌不许出任何问题 千灵一听立马答应回去 挂掉电话 她又立马编了一个瞎话拒绝这个老板 因为之前的卡牌都是千灵负责 她突然离职剩下的任务就落到了他们的组长身上 可组长费尽心思画出来的新人物海报 却遭到了网友们的吐槽 新年在即蒋总又厚着脸皮把千灵叫回来 很快千灵就带着合同来找英姐办理入职手续 一想到可以天天见到男神千灵脸上写满了开心 千灵转身还没走几步就听见他们要去第九事业部找顾寻签字 英姐一听去找顾寻显得非常不开心 因为每次顾寻都不签字 原封不动地给她退回来 千灵一听这是接近顾寻的好机会 她撒谎自己正好要过去可以帮忙带过去 千灵来到顾寻办公室看着她的背影又开始胡思乱想 她这次还是决定用小白花的路数拿下顾寻 她走到顾寻面前故意散落文件吸引她的注意力 以为顾寻会过来帮忙 顾寻看着一堆文件乱飞她只觉得有点无语 千灵拿着一堆文件扭扭捏捏让她签字 可顾寻说什么也不签 急得千灵差点暴露本性 顾寻告诉她让人事部自己来沟通 看着顾寻软硬不吃无奈千灵甘大离开 两年前学校召开户外活动的时候 千灵第一次见到顾寻 当时她还差两个人头就可以排名第一 两名队友经历有限愿意自我牺牲成全她 可没想到这一幕让顾寻看在眼里 最后顾寻制造埋伏打败了千灵 你就是个老六 男神简简单单的几句夸赞就让千灵开心到飞起 原来就在几天前魏总告诉她第九事业部在招人 三天后可以带着诗稿参加最后一轮测试 如果通过就可以直接来第九事业部工作 千灵一听机会难得自然愿意试试 为了画出狭路的人物形象 她到处收集资料寻找灵感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背后有人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尹君为了不让她测试通过在她交稿前故意使坏动了手脚 虽然完成了作品可怎么也发送不出去 千灵一着急拿着U盘一路小跑送过去 过了时间千灵也不好说什么 但她还是恳求看一眼自己的作品 一看顾寻态度坚定千灵也只能放弃 经过了解魏总告诉顾寻他们部门确实断网了 没有找到原因又自己恢复了 显然就是有人故意搞鬼 顾寻也想到千灵这是被人陷害 但是千灵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上传作品就是淘汰 事后顾寻也看了千灵的作品画得确实很好 在下班的时候两人正好碰面 顾寻叫住了千灵点评了她的作品画得很好 也知道她很用心 听到顾寻第一次夸赞自己让千灵心里乐开了花 她在考虑要不要给顾寻送夜宵 自己主动一点争取早日拿下她 在闺蜜的怂恿下千灵开开心心带着宵夜来找顾寻 顾寻边居然有一个女孩也带来了宵夜 女孩子一边说话一边坐到顾寻边上 邀请她假期一起去外地旅游 过年要陪女朋友 千灵听到这句话整个人彻底傻眼 暗恋顾寻这么久没想到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回到宿舍千灵就像丢了魂一样无精打采 应雪跟她说话都没反应 直接爬到床上躺着 还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应雪一看赶紧上前打探情况 关心她是不是受到欺负 应雪担心是不是弄错了 千灵表示自己亲耳听见不会错 说得清清楚楚过年她要回家陪女朋友 抑制不住委屈千灵盖着被子继续大哭 得知顾寻有了女朋友千灵就想把心思放在工作和毕业的事情上 这天同事又告诉她公司要团建还能带家属去 一想到顾寻肯定会带女朋友她找借口不去 可黄杰告诉她领导最在意这种团队建设 这个时候不要往枪口上撞小心一毕业就事业 千灵无奈也只能跟着一起出来玩 可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顾寻带了女班 千灵就拐着弯向她好哥们打听顾寻的情况 得知顾寻还是母胎单身千灵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了下来 脸上的笑容根本藏不住 毕高兴把眼前好吃的全部拿到她面前 晚上听说顾寻的部门都喝多了 她抢过黄杰手里的节酒饮品就去找顾寻 出来正好碰见顾寻和同事相互掺着向她走 一看是千灵喝多的那人直接朝她扑过来 逮着千灵就要表白 顾寻一看她要不说八道直接伸手将她推倒在地 在千灵面前晃晃悠悠战了半天 最后两人一起在倒在地上 看着顾寻帅气的脸庞坐在自己面前 千灵动起了歪心思 她慢慢靠近顾寻想要占便宜 可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 千灵在毕业典礼这天终于鼓起勇气向男神表白 在所有人的见证下 千灵大方承认自己暗恋她四年的时间 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如果不太了解也可以先做朋友 可顾寻毫不犹豫直接拒绝了千灵的表白 因为顾寻带了话筒 她一开口全校的人都听到了这个消息 很快所有人把目光都聚集在了两个人身上 千灵有想过表白会失败 但她没想到顾寻居然当着这么多人让自己难堪 在别人眼里此时此刻自己就像一个小丑 为了讨顾寻喜欢 自己大大咧咧的性格偏偏要学小白花 每天捏着嗓子说话 顾寻一句不可能让她彻底断了念头 被男神拒绝千灵心情非常差 和几人打游戏时直接开枪乱打一通 队友不小心也被她把中 几人感觉她状态不对赶紧上前询问 千灵委屈地表示自己又失恋了 今天表白男神被拒 顾寻一听她失恋了脸上的笑容根本藏不住 安慰她没事今晚聚餐自己请客 其他几人也纷纷表示要帮她出气 谁欺负小麻花就去找谁算账 千灵立马爆出学校爆出姓名 让他们给自己报仇 几人一听是顾寻瞬间傻眼 顾寻也顿时脑子一片空白 都不敢想象眼前的顾寻 就是千灵口中暗恋四年的男神 顾寻也没想到自己一直喜欢的小麻花 竟然就是千灵 她在考虑要不要坦白 自己就是游戏里的笑草现实中的顾寻 可队友认为现在这个情况 不管是顾寻还是笑草 只要坦白都不会有好结果 被顾寻拒绝千灵终于可以做回自己 不用早起化妆 不用特地装淑女 上班都直接素颜出镜 接下来的目标 她准备全放在工作上拒绝恋爱 黄杰认为自己要有那么多空闲时间 还不如用来谈恋爱 说着就要给她介绍自己在网上认识的帅哥 可千灵现在对男性毫无感觉直接不堪 这边知道得罪了自己的小麻花 顾寻没了网约的惊奇神 她不知道怎么面对千灵 反而被她拒绝的千灵不需要在她面前假装矜持 活得坦坦荡荡 她现在直接忽视顾寻的存在 趁着两人取文件的功夫 顾寻追上千灵想要解释一下昨天的误会 顾寻还想解释刚好又被电话打断 通知她别忘了马上开会 可不解开误会顾寻就像如座针毡一样浑身不自在 午饭时间顾寻端着空盘子到千灵面前去要饭搭讪 厚着脸皮去千灵玩李家财 黄杰看出两人情况不对借口离开 顾寻刚要开口没想到又来了一个同事 千灵赶紧让她过来一起坐 表示两人有工作要聊希望她赶紧离开 无赖顾寻只能端着盘子走人 晚上顾寻想着用游戏号私信给千灵道歉 可千灵因为接个电话回复信息的时候回到了游戏群里 千灵 两人一看都挺尴尬 因为这意外顾寻又把编辑好的文字全部删除 终于这天上班两人在电梯门口撞上 顾寻接连阻止了上电梯的其他人给两人留下了谈话的空间 千灵嘴上说着翻篇但心里还是很在意 一个误会几次都没说明白 看着千灵走出电梯自己也不好跟出去 可是很快两人又再次见面 蒋俊南帮顾寻搬东西回家 没想到在电梯口又撞上刚搬来的千灵 蒋俊南发现两人正好住门对门 为顾寻当着所有人的面拒绝了千灵的表白 千灵一气之下决定要跟顾寻彻底划清界限 可冤家路窄偏偏两人租房又正好在对门 为了离顾寻远一点千灵找房东想要租另一套房子 可房东告知刚刚已经租出去还签下了一年的合同 又要付违约金又要重新找房子 千灵考虑一下只能暂时将久 晚上顾寻走到阳台偷偷摸摸的往这边看 一看外面没人他又用游戏号私信千灵聊天 正好千灵特别烦躁也跟他闲聊起来 吐槽自己白天才和顾寻说完在无交集晚上又成了冤种邻居 更惨的是现在自己的空调遥控器也坏了 重新装上电池也打不开 顾寻一听心里偷着愣 他怂恿千灵去找邻居界 可千灵决定就算考成人干也不愿意向恶势力低头 顾寻看着千灵这么固执也忍不住笑 千灵准备用心境自然凉来度过这个炎热的夜晚 奈何太热他直接钻进了冰箱解暑 很快顾寻就厚着脸皮找上门 他撒谎说房东的意思让他来帮忙看看 可千灵不想接受他的帮助让他赶紧回去 顾寻一转身假装打电话给房东要去找物业或者找社区 千灵一想大晚上不想麻烦别人就直接拉开了门 顾寻成功混进了千灵的家 脸上乐得笑容满面 当千灵修好了空调 他想借机坦白自己就是游戏里面的笑草 可千灵根本不听除了工作以外的话 直接将顾寻推到了门外 顾寻正想发私信解释两人的误会 没想到千灵先一步发来的消息 千灵想着两人现实里也不认识 他就把笑草当成陌生朋友吐槽心里的不快 顾寻也感觉到如果笑草的身份 可以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当他生活的宣泄口 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也挺好 所以顾寻还是没有坦白自己就是现实中的顾寻 可是很快顾寻又以工作的名义邀请千灵到自己部门工作 顾寻看他这么坚定值得起身离开 原来昨天顾寻部门因为员工疏忽泄露了一张场景概念图 因为原画已经泄露 画师就算重新修改也还是有原画的影子在里面 对于看过原画的玩家来说就少了一些惊喜 顾寻想找一个人重新画一个新的版本出来 蒋俊南在看网友评论时底下就有推荐博主睡到自然醒 打开主页发现他的画风确实很符合要求 顾寻立马私信博主睡到自然醒约他见面 可对方迟迟没有回应 顾寻看着博主名越来越觉得熟悉他突然想起在游戏厅的事 他找到了老板打听睡到自然醒的真实姓名 可老板表示自己只记得别人的游戏名从不会问别人真名叫什么 晚上顾寻就在睡到自然醒的评论区找线索 果然发现他就是游戏厅里榜一上面的那个人 联想起千灵本来就在游戏公司工作经常打游戏也很正常 他觉得是千灵的可能性很大 第二天两人一起扔垃圾的时候 他故意喊出睡到自然醒的账号千灵一听就有反应 千灵一听自己暴露了立马找到游戏厅老板要改名字 就在老板劝他不要改名的时候顾寻也出现了 老板就让他们自己聊 顾寻说出自己找他的真实目的 就想邀请他去自己的部门接手狭路新的画稿工作 可不管他怎么说千灵就是拒绝不去 可两人住对门总是少不了见面 为了讨好千灵顾寻提出帮忙拿快递可还是被拒绝 千灵一路抱着大箱子他就跟着一路保护 没想到就在拐角处撞到了一个大妈 顾寻为了讨好千灵自告奋勇为小区的流浪狗安装小木屋 从白天装到晚上千灵也被他的真诚打动 对于是否要去第九事业部千灵也开始动摇 晚上群聊的时候他想听听队友们有什么建议 顾寻一看趁机给他鼓励让他去试试 千灵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过去学点新技术也是不错的 当顾寻以为明天千灵就会来报到的时候 两人又因为一个外卖发生了意外 两人都点了一万只炸鸡甄嬛传的限量套餐 因为顾寻的那一份被外卖员送从 顾寻取快递的时候拿走了千灵那一份 为了找到里面的手办 顾寻被迫连夜翻垃圾桶 可是找到盒子的时候里面的手办已经不见了 无奈顾寻只能答应陪他一套 可是总共八款一共一万套定时发售卖完就没有了 顾寻表示如果自己集齐一套赔给他 他就考虑自己的提议来第九事业部 两人就此达成协议 为了能让千灵过来顾寻一天三顿全点这个套餐 办公桌上堆满了汉堡炸鸡 蒋俊男都快要吃吐了 拿走了需要的手办盲盒 他全把吃的送给了保洁阿姨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顾寻就集齐了一套送到千灵面前 这让吃了几天只凑到三个的黄洁羡慕不已 顾寻说到做到给他凑齐了一套 千灵也兑现诺言去找领导提出去第九事业部学习深造一下 可蒋一世跟顾寻一向水火不容 一听他要去第九事业部直接否决了他的提议 千灵不死心只要逮着机会就会再说一遍 可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 最后还得顾寻亲自出面 他给蒋一世推荐了一个游戏大流量主播 只要他愿意放千灵过来 自己可以推荐两个人认识 对方可以帮他宣传新项目有利可图蒋一世才舍得放人 千灵得到批准就来找顾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当他口渴想要回头找水喝的时候 顾寻害怕他看到屏幕上自己的账号赶紧叫住了他 让他不要喝这里的水 顾寻为了转移千灵的视线 直接从旁边拿了一瓶水跳到面前 趁他喝水的功夫自己慢慢退过去想要按开关 可还没按到千灵又要吃前面的零食 顾寻为了挡住屏幕直接一个转身把千灵按到墙上 两人拭目相对千灵尴尬的侧身过去 为了挡住屏幕顾寻也跟着侧过去 他这一举动搞得千灵摸不着头脑 顾寻想要说点什么突然讲句男优意外出现 千灵只能尴尬离开 顾寻一看千灵走了才放心的输了一口气 经过刚刚那一幕在见面两人都觉得有点尴尬 千灵为了躲避顾寻去接饮料 没想到回头直接泼在了顾寻身上 千灵一紧张要给干洗费还让他出事收款码 顾寻本不想要转瞬间 他居然给出了家好友的二维码成功的要到了联系方式 这天因为千灵要回老家去驾驶证 家里安排了发小开车去车站接他 一路上总打听他有没有男朋友 千灵不知道对方什么意思 就把两人的谈话发到了群里 顾寻一看来的情敌立马开始紧张 千灵不知道对方如果真的暗恋自己该怎么办 顾寻告诉他就用异地恋当幌子 实在不行自己也可以充当一下男朋友 千灵一看也行 就在两人聊天的过程中 顾寻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有种千灵马上会被人抢走的感觉 千灵聚会没空理他 他就主动发消息约游戏 自从千灵回了老家 他就危机感失足 时时刻刻都想找千灵聊天 到了晚上他实在憋不住给千灵打去了电话 清了清嗓子就以男朋友的口吻开始插岗 为了等暗恋的女孩下班 男人就在小区门口来回跑了几个小时 希望女孩回来的第一时间能看到自己 可当女孩真的出现的时候 他又快速藏起来 从口袋里掏出喷壶 故意往身上喷水制造汗水的假象 等女孩走过来 他又故意跑到面前让对方感觉只受瘾 千灵得知他在夜跑 也并没多说什么转身就走 顾寻一看又厚着脸皮退回去 跟着他搭讪聊天 告诉他应该多注意休息不要加班这么晚 千灵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晚不休息 又是在做什么 夜跑 眼看千灵走了顾寻也假装看了看时间 转身跟着回家 原来就在白天千灵向大家展示 自己画了几天的新人物画稿 自认为很用心的创作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虽然从服装颜色上都做了调整 作为主美凡心直接否定了他的作品 他认为就算他重新做了调整 也还是没有跳出上一稿的影子 看起来就像是上一稿的人物换了一套E3 凡心认为这个稿子根本没法用 建议换一个更有能力的画师来完成这个工作 其他人也纷纷同意换人 不然会耽误整个团队的工作进度 千灵心里紧张他也在看顾寻是什么态度 千灵当初拒绝来第九失业部 也是因为知道自己能力有限 现在初稿直接被逼对自己的打击也不小 对着屏幕毫无灵感千灵也很是发愁 晚上顾寻又用游戏号私信找他聊天 让他看游戏界奥斯卡互动成就大奖 让他学习一下大佬们的作品找找灵感 在年度创意游戏获奖者下面千灵看到了顾寻的名字 虽然顾寻当着所有人的面拒绝过自己 也不得不承认他很优秀 抱着学习的态度千灵打开了顾寻的特邀采访视频 顾寻在视频中给新入门的画师推荐了一些工具书和杂志 千灵忽然明白自己应该去找书学习 第二天他就来到图书馆找需要的书籍 可当他爬上凳子准备拿的时候 后面顾寻先伸手拿走了书 一边说一边从他手里抢了回来 上面还有一本千灵也不想跟他争 可等他刚摸到顾寻又先下手抢走 千灵不明白他都有一本为什么还要拿 顾寻耍无奈表示自己有个习惯 喜欢看一本收藏一本 千灵一看他故意找茬身手要抢 可顾寻也偏偏不给左右躲闪 千灵因为站在凳子上重心不稳一下按在了顾寻身上 一瞬间他又撤回身体一脸怒气盯着顾寻 顾寻一路跟着他只要是千灵要的书他全部都抢 千灵因为身高问题一本也没抢到 顾寻当着他的面全部买走了他要的书 千灵一气之下追上顾寻问他为什么要故意跟自己作对 顾寻又耍无奈表示自己也可以把这些书送给他 但得答应自己一个条件 那就是因为自己手疼不能开车 需要他开车给自己送回家 顾寻抢书是因为不想让千灵付钱 提出开车换书也是想顺便练一下千灵刚到手的驾驶证 无奈千灵只能答应他的要求 可一上车开转向灯的时候却错开了雨刮器 顾寻顿时后悔提出自己来开 可千灵不同意非让他感受一下马路杀手的技术 一路上顾寻只能紧紧的抓住扶手 眼看快要红灯就赶紧提醒 走开刷车 尽管一路惊险刺激千灵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书 通过学习改进新的画稿也得到了魏总的肯定 魏总提醒他可以在人物的武器上再下点功夫 建议他去听听今天王志玲教授的讲座 正好是关于古代冷兵器的话题 但是他的讲座票很难抢 可以去碰碰运气 顾寻一直在旁边转悠听到这个消息 他又想着怎么给千灵解决票的问题 正好王志玲是顾寻的历史导师 多要一张票不是什么难事 千灵因为在两个部门中间来回奔跑 一部临时开会就让他错过了和九部繁星的会议 约好十点会议等他赶来已经十一点 繁星认为他如果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就应该早点提出来 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更不要认为第九事业部的工作只靠兼职就能完成 千灵为自己的失约感到抱歉 也表示下次一定会注意 繁星讲话声音太大这也让旁边办公室里的顾寻全部听见 错过了约定的时间千灵表示等他有空的时候自己再联系开会 就在繁星找资料去顾寻办公室开会的时候 没想到屋里的顾寻突然走了出来 知道千灵当来很难融入新的部门 所以顾寻也是尽量找借口给他帮忙解围 千灵接了第九事业部的工作 可是自己部门本质工作他也不能落下 害怕拖大家后腿千灵经常一个人加班到很晚 为了协调好两个部门的开会时间 顾寻甚至让为总出面协商两个部门把开会的时间错开 不能明面上提供帮助 顾寻也经常以网友的身份帮他解决问题 知道他创作没有灵感就给他推荐书籍 听说他要去听讲座 顾寻就偷偷找导师要票 可当他带着票刚准备给千灵的时候 没想到肃正也来了 肃正碰到千灵的时候 千灵正因为没票进去发愁 得知他没有抢到票 肃正立马找了在这里工作的朋友安排了一个不太好的位置 看着千灵拉着肃正离开顾寻气的都想打人 自己厚着脸皮要来的票居然没用上 千灵刚走进演讲室就有人来找他 告诉他这边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位置 当工作员把他带到前排的时候 肃正发现和自己手里的票对不上 其实这是顾寻提前安排的 千灵不知情还以为这都是肃正的功劳 看着千灵感激的眼神盯着肃正 把站在楼上的顾寻气的咬牙切齿 千灵在下面认真听课 楼上的顾寻却是望着他的背影傻笑 讲座结束千灵又开始打车回家 顾寻跑到面前告诉他自己开车了 可以一起回去 千灵本不想跟他一路可看了 打车时间遥遥无期 千灵只能给他一次机会 顾寻一看开心的赶紧撑伞 当两人准备走的时候 没想到肃正又来了 肃正表示自己的车 就在旁边邀请千灵坐自己的车 顾寻长叹一口气看着千灵 没想到千灵很快就做出了选择 肃正 走啦 顾寻没想到他会放弃住门对门的自己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肃正居然脱下自己的外套 要给千灵遮风挡你 看着两人躲在衣服下在雨中奔跑 顾寻把羡慕极度恨全写在了脸上 一回家顾寻就开始公报私仇 一生气给肃正安排了一大堆工作 其实肃正早已经发现顾寻对千灵的感觉不一样 在车上肃正就把讲座位置的事情告诉了千灵 他觉得顾寻是在真诚的哄他开心求他原谅 其实千灵也几次感觉到顾寻对自己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 晚上顾寻在群里看到千灵说不舒服的信息 他一着急不顾大雨冲出去给他买药 没想到回来的时候撞上了千灵 他想重回电梯没想到电梯已经关上了门 顾寻躲躲闪闪闪的样子让对面的千灵开始起 怀疑他大晚上的下着雨还出去夜跑 肯定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说着千灵就上来要看他背后到底是什么 顾寻害怕买的感冒药被发现荒的也是左挡右挡 就在千灵差点发现的时候顾寻伸出左手直接把他搂在了怀里 这一瞬间两人就像触电一样谁都不敢动一下 站了半天顾寻突然发现千灵浑身滚胖 男人无意间翻看朋友圈 突然发现自己喜欢的女孩被一个男人搂着拍照合影 看清楚对方的真面目 顾寻气得紧锁眉头扔下手机直奔现场 此时的千灵已经喝到迷迷糊糊 在去卫生间的路上又被男人盯上 他跑上前扶着千灵要去帐筒里休息 千灵虽喝得多也知道他不是好人 一直摆手拒绝 没想到男人趁机占田椅 伸手搂住千灵的腰一直往前拉 千灵想要拒绝可浑身没劲 就在此时顾寻终于赶爆 拉开男人的手直接就给了他重重的一拳 接着回头抱住晕乎乎的千灵 女人直接揪住他的耳朵开始教训 顾寻来之前就把男人的照片发给了蒋俊男 调查对方的身份 得知他是外包公司特效负责人 因为媳妇娘家有实力所以非常怕老婆 顾寻让蒋俊男通知他老婆也立马赶了过来 经过警察调解双方已经和解 千灵想知道原本都已经回家的顾寻为什么又出现在聚会现场 顾寻撒谎回家无聊 想回来接着参加一下后面的活动 千灵直接拆穿他就是知道自己喝醉了过来解围 也知道他就是游戏里的笑草现实中拒绝自己的顾寻 事已至此顾寻只能坦白 此时此刻千灵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笑话 被他拒绝被他蒙在鼓里 他再也不想看到顾寻 千灵生气地向前走着 顾寻追上去想要解释 千灵心中愤怒对着顾寻一顿暴揍 使劲捶打这个骗了自己几个月的人 因为李亏顾寻只能任由他打骂 打到脖子都挂踩了千灵才停手 回到车里顾寻又把游戏群里的人挨个介绍了一遍 加他的小号是蒋俊南的 群里的小麦和蒋俊南都是自己的室友 另外一个是自己从小到大的邻居 千灵起初以为就顾寻在骗自己 没想到群里其他人都早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气得他直接摔门离开 他对顾寻发出警告不要再跟着自己 回到家千灵继续发泄着心里的怒骨 删除了顾寻的游戏号 也删除了他的微信 顾寻听着千灵的声音下得赶紧躲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顾寻就想着怎么讨好千灵 在千灵买不到三明治的时候 顾寻抱着一筐想要送给他 可千灵害怕吃了他的会食物中毒根本不理会 咖啡机突然出问题 顾寻也厚着脸皮表示愿意帮忙 千灵怒气味消根本不想接受他的一点点好心 转身冲起了速容咖啡 为了哄千灵开心请部门的所有人吃零食 一转身顾寻又以工作的名义要求 每个人私信提交周报 无奈千灵只能通过好友验证给他发消息 千灵一通过顾寻就赶紧备注 改名为爱吃香菜的辣椒精 得知千灵和速正去图书馆 顾寻发了一张小区流浪狗生病的照片给千灵 千灵一回来才发现狗狗嘴巴上是涂的火龙果颜色 千灵一看就知道这是顾寻耍的手段 他想知道这样三番几次的骗自己到底要干嘛 很快千灵迎来了报复的机会 学校举办校庆 几人在玩水球游戏的时候 对立面正好是顾寻和蒋俊南 千灵跟闺蜜决定要好好胖揍一顿对面的人 可就在游戏开始前几秒顾寻叫停 他走到对面跟别人换了袋子 和千灵站在了一对 游戏一开始双方就开始互扔水球 战斗场面非常激烈 别人都砸对方只有顾寻一直用身体护住千灵 自己则是被砸得满头是水 游戏结束顾寻也当着几人的面给千灵道歉 不管自己是出于什么目的骗人都不对 不求原谅只求给自己一次赎罪的机会 虽然顾寻已经认真道歉 可千灵还是不打算原谅他 几人玩游戏的时候 他故意把顾寻关小黑屋重新找了肃正参与 为了求得原谅顾寻一直黏着千灵 顾寻为了哄他开心 假借部门聚餐的口号约他吃饭 为了出气千灵特地点了一盘顾寻最不爱吃的香菜 故意在他面前大口大口地享受美食 怕他口渴顾寻赶紧给他倒水 可水杯递到面前千灵根本不理他 无奈顾寻只能和千灵聊工作 千灵现在也只愿意跟他谈关于工作的一切 晚上顾寻排队买了两杯奶茶送给千灵 可没想到开门的人是借助在他家的陈欣仪 顾寻解释他找千灵有事 等千灵过来顾寻立马递上一杯奶茶 撒谎说是买一赠衣 千灵一听立马又把这杯奶茶转送给了陈欣仪 欣仪一看这是顾寻送给他的自己不能要 千灵认为就算是那样 也不能让你看我一个人喝 顾寻一听明白他的意思 欣仪就这样意外地喝到了一杯不属于自己的奶茶 欣仪走后顾寻又掏出一个U盘 告诉千灵里面是关于国内外使用艺人肖像权的案例 顾寻让他熟悉一下到时候发给对方 可当千灵连接电脑的时候发现顾寻设置了密码 无奈他只能找顾寻要 顾寻一看时他发的只是看了一眼又放了回去 他就是想等千灵着急了再问自己 他慢慢地煮着咖啡等着 可咖啡都要喝完了也没等到千灵再问的信息 半天顾寻才拿起手机问他有没有原谅自己 千灵表示不会这么轻易原谅他 但是U盘密码到底是什么他又开始想 想了想他决定试试 没想到打上原谅了三个字的拼音果然解开了密码 一看顾寻这么无耻千灵气的怒砸键盘 等到还U盘的时候千灵也特地给他上了密码 当顾寻拿到以后再次用原密码登录的时候 屏幕就提示密码不正确 他赶紧发信息问千灵 千灵只回复他怎么称呼自己几个字 顾寻输入游戏号小麻花显是不对 接着他又害羞地输入女朋友三个字的拼音 可让他失望还是不对 无奈他只能输入几个最不想输入的拼音 没想到密码正确了 这一局千灵又赢了顾寻 顾寻输得一败涂地 两人晚上斗智斗勇 没想到第二天又接到一起出差的任务 从昨晚顾寻送奶茶来看 陈欣怡就发现两人有情况 晚上帮千灵整衣服的时候 他又发现千灵藏着顾寻的画像 所以早上订机票的时候 他又故意让两人坐在一起 昨天几人吃饭时 想到关于游戏里重要的人物设计 可以和顶流演员进行商务合作 用他们的脸做成非玩家角色 还可以邀请他们参与剧情 靠明星带动卖自己的游戏 是个不错的营销手段 顾寻和千灵都同时想到了 一个最近很火的博主林语 和游戏里的角色正好匹配 可千灵在做肖像合作提案的时候 被蒋一世看见 蒋一世本就和顾寻不合 所以他偷偷地接触了灵语也要跟他合作 等千灵和顾寻找到灵语的时候 灵语直接拒绝他们的邀请 就当两人以为没有机会的时候 他的助手突然受伤 接下来拍摄的太极演练就没人跟他一起 千灵一听赶紧把顾寻推上前去 指着顾寻说他会 无奈顾寻被迫营业 一边练一边谈业务 顾寻在后面跟着他的样子配合整个视频录制 两人第一次拍摄就配合度很高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拍摄刚一结束顾寻又发现他是一个游戏爱好者 知道今天有现实装备 灵语拍摄结束就跑到后面准备打游戏 两人一看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千灵表示这个分段很挑配合度 需要团队够强才行 正好三人可以组团 说着两人也坐下来开始准备 三人都是游戏爱好者一局玩下来自然是很顺利 灵语了解了游戏角色背后的故事 感觉跟自己很投缘 也很爽快就发来了合作协议 两人排队时顾寻无意间看见千灵一直在看一款机械键监盘 他想到千灵应该是喜欢这一款 买完东西的时候 他故意叫住千灵帮自己挑一个礼物送给女生 一听他要送礼物给女生 一时间千灵还是有些吃醋 千灵立即询问对方有什么喜好 喜欢戴首饰还是看起来比较精致的 顾寻表示对方是一个比较糙的人 但看起来非常可爱 几人刚刚联手玩了一局游戏 千灵觉得都是电竞爱好者 就直接推荐了自己喜欢的那一款键盘 因为有品味的人是不会拒绝这款键盘的 顾寻一看只是笑笑 可千灵突然表现得很生气 把原本帮他拿的饮料也直接扔到了顾寻怀里 等两人赶回家的时候正好快递送上了门 千灵又酸溜溜的说他给女生买礼物很积极 没想到下一秒顾寻就叫住了他 第二个半价 顾寻怕他不要只有找这种借口送礼物 千灵一看就准备掏出手机付钱给他 顾寻表示这趟出差表现不错就当是一个工作奖励 而且可以拿到公司报销 千灵一听只能勉强收下 自己看了很久没舍得买的东西 突然到了面前千灵非常兴奋 这边的顾寻也因为拥有了情侣键盘高兴到飞起 两只手像弹琴一样敲击着每一个案件 因为有了淋雨的合作 顾寻的第九事业部也成功地保住了原有的三千万开发资金 第一部讲一式的项目则要缩减投资成本 晚上第九事业部聚餐时一团和气的氛围让千灵很羡慕 顾寻认为千灵也是第九事业部的人 因为这个项目主角他就是原话设计 接着同事们都纷纷劝他不要回去 顾寻也趁机开口挽留 其实去第九事业部一直都是千灵的梦想 现在顾寻也是很诚挚地发出邀请 可话音刚落千灵自己的领导突然出现 问他有空参加别的部门聚会 自己的本质工作是不是都完成了 当千灵尴尬时一旁的顾寻突然开口 认为这是下班时间不应该管这么宽 平时高冷的顾寻今天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因为一点小事跟蒋一世剑拔弩张 蒋俊南表示这样的顾寻自己也是第一次见 他安慰众人都不要有心理负担 因为两人在学校即使死对头又是好朋友 两人除了才华上认同对方 其他什么都不对付 就连吃粽子都是一咸一甜 就像他们的性格一样天生对领 总的来说就有点八字不合 就在蒋一世毕业的日子两人彻底丧火 两人曾经在学校背后的酒吧飞镖大赛定列敌 今天又想当着所有人的面一角高下 可两人还没分出胜负来又一次闹翻了 顾寻率先抬起大长腿开始攻击 对面的蒋一世也毫不认输 可因为两边都有同事拉架谁也踢不着谁 最后全部都喝得醉醺醺散场 作为邻居千灵就负责给顾寻送回家 看着顾寻醉得不省人是千灵准备戏耍一下的 为了不让顾寻挖自己的人才 蒋一世这次先下手为强 直接把千灵提拔为新一任的美术组组长 千灵本想提出转部门的话直接被噎了回去 晚上再碰面顾寻只能送上恭喜二字 可一下电梯千灵就被一只小墙下的跳到了顾寻怀里